主料,面粉250克,西红柿一个,黄瓜一根,鸡蛋一个,辅量,香油,盐,味精,油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将鸡蛋打入碗中备用,黄瓜切成片,将面粉中加入水搅拌均匀成小疙瘩状,将锅中放入油,加入葱花,西红柿翻炒,在西红柿出汁而后,倒入水。 在水开的期间,拌小疙瘩,将拌好的小面疙瘩,放入已经烧开的水中,放入切好的黄瓜片,将鸡蛋打散,加入到已开的锅中,加入盐,点入少许味精调味,关火后点入香油即可,盛出即可,烹饪技巧,根据面粉的量,第一次可是量多加些是水。 但以后要一点点的加,以免加水太多,搁的太大或者成面糊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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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